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尽量跟大家往前赶了 那郝海东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有些朋友多少有点看法 因为跟郝海东自己选择的一些媒体啊等等相关 我觉得那是人家的权利 人家有自己选择的方向跟概念 至于人家为什么 我觉得那是人家道理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就目前来讲 说句心理话 只要所有的朋友先认清天灭中共 他能喊出天灭中共 他能够认识到说 这人类社会中不能有共产党存在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就OK了 这是真正今天现实环境中的 就目前来讲是真正的 我们昨天有期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析了灵溪 因为我个人对文艺的东西不太那个 什么谁唱的歌 谁唱的红豆 红豆黑豆 无所谓 对不对 对于我来讲 大云豆都无所谓 好来说是王菲唱的红豆 so what 那可是我并没有想到 北京欢迎你 这是08年 奥运会的时候 非常走红的一首歌 那也是灵溪做的 那是我个人没想到的 因为08年的时候 我们今日点击已经开始拍了 北京欢迎你 我们当时做了很深的评论 那个当时是因为四川死了太多的人了 那些孩子就那么砸死了 没人管 那些孩子父母到现在去 想去祭典他的孩子都会被抓被登记的 那个在那个背景之下 北京欢迎你 却把那些孩子全都 如果轮到你孩子身上怎么办呢 对吧 那是相当邪恶的一种对比 因为那是同时间发生的 然后奥运会开完之后就出现了三鹿奶粉 今天有多少人今天长成了 现在是三鹿奶粉的脑袋呀 很多孩子是的 其实三鹿奶粉很多男孩会影响到 明儿以后给你生孙子生不了的 那个东西都是潜在的 那共产党干了那事儿里 那老百姓就任意被蹂躏了 对吧 那老百姓说共产党就那样 我该赚我钱赚我钱赚我钱 该骗我的钱骗我的钱 那太多老百姓是这样的生活态度了 所以这是我常说的就是一块烂肉 还没有人的尊严 自我没有尊严 而且根本不懂得尊严来自于何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当时林熙做的北京欢迎你 那个相当替中共宣传 那个相当替中共宣传 但并不妨碍今天 他在台北站出来说天灭中共 那那么一个有修为的人 那么一个成功的人 他为什么也喊出天灭中共 他人灭不了他 喊出天灭中共 他在生命认识上 共产党不是人 不是人 每一个共产党员 当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活该了 你自己 你就不是人 我不跟你开玩笑 说我长的人样 没关系 达基也长人样 长人样多了 对不对 猴子跟人样差不多 那共产党人说 他自己是山顶栋人变来的 山顶栋是北京门头沟 号称在进化论当中 起着决定作用 那当然那脑袋壳找不着了 说被日本人弄走了 那都是瞎掰了 我跟你讲 那脑袋壳有没有 你让我说 都瞎掰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 去找过那脑袋壳 因为当时学专业碰到 那北京去找过 那山洞在边转过 神经病 人能从这洞洞里出来的 啊 那啥 共产党 糟蹋人呐 你糟蹋 现在中国人就不像个人样 因为他不能认 不能尊重自己 我不是说 不像个人样 是对别人 是你不懂得尊重自己 这麻烦 真的 你光别人一根毛事 你光我半根毛事 都没关系 对不对 都没关系 还是 你不尊重自己 是你自己表达出来的 而你没有能力认识到 你的行为 是不尊重自己 这不你就瞎掰了 对不对 这就瞎掰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是出在这儿 所以我才说 是一块烂肿 所以 郝海东的事情 是同样 跟林熙一样 他是这个制度的获利者 他是主动跟这个制度 他没有受到 其他的迫害 而他的压力 来自于 制度本身 对他的凌路 他的成功的过程 就郝海东成功的一路 是被共产党 凌辱 强奸的一路 他不愿意接受 这是真正可贵的 这个 大家要明白这么个道理 他不愿意接受 而更多的中国人 再被欺辱 再被凌辱 再被奸污 他说你这词用的胡说 你天天看报纸 叫习近平思想 对不对 要四个坚持 八个维护 对不对 你每一个中国人 你不配有思想 这是今天 习近平对你的要求 你想过吗 那如果你接受 这一份领辱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 一块臭肉 你是不是对自己不尊重 他公开强奸你 而是个宦官 强奸了你 你还 你还跟他玩 玩这个 玩这个什么 太极 说我 运筹帷幄 大伙说我还能活下来 有病你 不就这么有病吗 对不对 他在凌辱你 你说我在揉太极 那你家里有女人 被人家强奸了 你女人也在那揉太极 那神经病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就今天国人连这东西 他分不清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今天确实走到这份上 反抗领辱 反抗羞辱 那要付出很大代价 因为被领辱 被羞辱的概念啊 在强权者眼睛里 你是个弱者 对吧 而你是弱者 是因为你没有力量 你是弱者 是因为他要打击你的 人与人相关的 正常的 在一般人的道义中 认为不可能的 他专门打击你 对吧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那很多人 有人能意识到 有人不一定意识到 那即使能意识到 当这一份疼痛 打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是否能够 有着这种能力去化解 就是去承受这份疼痛 我觉得这是关键 一个被领辱的女人 当她起来反抗的时候 她将被遭到猛烈的攻击 对不对 那是对领辱她的男人来讲 是一份羞辱 是一份绝不能接受的 所以要用疾风暴雨般 尽管对方是宦官 他也要疾风暴雨般 去施展他的权力 去树立他的权威 去一个宦官 要树立起自己男人的 威严与形象和尊严 这是习近平自己解释的 所以郝海东这件事情呢 应该讲 对习近平的中共打击太大 因为他喜欢 因为他的影响力 因为他过去的一切 因为呢 他太出乎意料了 太有点那个了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这是关键 另外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 薄熙来是他的伯乐 薄熙来把他从 八一球队给解救出来的 所以相信 那郝海东对薄熙来 一定是有着感恩之情 只不过现在 薄熙来做什么其他事情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薄熙来对他个人来讲 对他个人的事处来讲 那是一个帮助 这是肯定 那他在辽宁的圈子里混 在大连圈子里混 那自然他就跟 那他自然就会跟这个圈子里人熟 这是一个很正常 那你说他跟薄熙来关系 一定就是如何如何 跟习近平之间的打斗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 因为当他现在出现 要把共产党 就是拒绝中共体制的话 其实是把薄熙来等人 都给拒绝掉 在体制的角度 在共产党的信任的角度 他都给拒绝掉 这是肯定的 因为终归他否定的是这个制度 他的信仰是否定这个制度 来求得个体者的自由 这个大家要明白 这个是一个 这就是他今天的信仰 所以不是局限在 习近平跟薄熙来之间的搏杀 而是他的境界 他的立足高过这层关系 那就个人来讲 他有那么一层故事 所以要是这层故事 放在习近平的身上呢 习近平会很妒忌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是习近平的想法 他郝海东也左右不了 对不对 那你是人走过来 那路是这么条路 那中共呢去改变历史 那是中共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那这个但历史就是历史了 所以中共改变历史 有关国足的这个所有的资料 与郝海东相关资料都给删没了 那全都清空了 微博 微信 以及有关中国足球队的 他是最佳 他是中国足球队 进球最多的 比第二位大概多出了13个 那但是呢 他首席射手了 所以你给他你给他抹喽 你抹了 那你愿意抹就抹 只能说中共体制之下的 习近平体制下的一切呢 就是我说你你就是个宦官 你是男的吗 是 但你是个宦官 你是个宦官就是 做这种非常龌龊 根本就是非常龌龊的一个本身 对吧 你的狭隘 你的肚子 你的龌龊 你的狠毒 你的阴险 都在与中共相关的背景之下出现 这是我以为 这是他真正 两天前 传出郝海东的儿子被解雇 被这个塞尔维亚的叫什么 卡什什么什么球队 假级连 超级连赛球队解雇 那你现在后来你去查资料呢 他的资料 基本郝海东的儿子的资料停在 5月31号跟6月1号 当时他帮助球队呢 把了一个平局在最后的时候 在球队里踢后卫 看着他是踢后卫 但是他儿子是否被球队解雇 我查资料 查不着 因为消息是这么爆出来的 可是没有任何阻证的资料 郝海东在推特上 跟Facebook上 跟YouTube上 推特上有他一个账号 我解释过 但是呢 没有见更新 那YouTube上也没有 所以我们也没有见到 从6月4号之后到今天6月10号 我们没有见到他独自去证明任何东西 我们只是看到中共官方呢 在无力回答有关郝海东的所有事宜的背景之下 那删掉他所有的东西 而郝海东的儿子查遍了所有资料 没有太多的 没有太多更新 没有去确认他一定被解雇 什么这些都没有 那后来在资料中查到 他在塞尔维亚是踢后卫 穿22号球衣 所以刚才废了 因为这个消息很多人都在报 结果我刚才就废了时间了 废了时间我们查到球队 这架球队 这是赛尔维亚 这是他这样吧 这是郝海东的儿子服务的球队 我是透过英文找到了他的 在维基上的资料 维基资料对于这样的内容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很多官方自己呢 在建立这样的维基的资料 这是我找到他的原因 因为你要找他自己球队的话 都是人家叫什么斯拉夫语 就我们能够找到他球队的资料 最更新的 他现在说的是目前的位置 目前球队的队员的位置 2月21号 2月21号目前所排定的位置 这是跟国际足联报上 这是跟国际足联报上 因为他是塞尔维亚的顶级球队 所以是这么排的 12345 对吧 15678 90 11 这是球一了 这里面我刚才跟大家介绍 他是川22号球一 21后卫 23中卫 那22号球一没有 他下面的24 25也没有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查 你可以查到另外资料 22号球一是这个郝润泽的 郝润泽的 如果我能查到的话 我会跟大家贴在这个 照张照片贴在我这节目上 那 可是他 因为他的 他的 上面说是 2月21号最后的 目前更新的 我就查到该网站的下面 你要知道 该网站下面最后的 editor 最后一次editor 是22号 22小时之前 刚刚更新的 那应该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 这是我跟大家推断说 郝润泽 确实是被 被塞尔维亚人开除了 这是应该是乌龙质疑的 那这就给 郝海东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课题 郝海东到现在没出生 那不到10天的时间 那自己的孩子就被球队解雇了 他的儿子 这个儿子是跟他前妻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叶昭影的 他的前妻 跟他的两个孩子 这是儿子 还有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女儿 生活在英国 所以 他的儿子是从英国 从那个角度出现的 那 这都是人家自己家里面的事 他之所以去塞尔维亚踢球 原来在西班牙踢球 去塞尔维亚踢球 是因为 去了塞尔维亚的超级 就是顶级球队 所以 所以职业选手 大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一步一步往上登的 那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的主席 总统 清过中共国的国旗 塞尔维亚的 在欧洲 是最支持习近平的 最共产党的 就是 他是原来的南斯拉夫的底子 南斯拉夫 已经被整个 原来南斯拉夫人民给解体了 所以就只剩下塞尔维亚了 所以国家 在人民的需要背景之下 是可以灭亡的 完全可以死的 不止死 是灭亡的 消失的 但是他赶上了塞尔维亚 所以这就是 我以为今天 郝海东面对的巨大的压力 因为孩子是他前妻那边的 那他跟叶昭影结婚一年 那两个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又影响到孩子的本身 这是中共的邪恶 而是呢 你可以想住 他要用这种邪恶的招数 来应对所有向他说不的 中国人 比较典型就是高智盛的故事 这是大家比较知道的高晟盛的故事 那其实在过去的时间里 几乎对被中共打倒的 被习近平打倒的所有人 任何不仅仅是习近平 任何被共产党打倒的 都是以这样的招数去应对的 极其邪恶 在海外的很多中国人 他为什么不敢向共产党说不 就是他认为他回不了国了 看不了父母了 家里还有钱 还有房子 还有地 还有老婆 还有三女儿 还有四女儿 还养了几个小 全是这些肉体上相互牵挂的关系 被中共会狠狠地打死 那这个 郝海东在做出这样的一举的时候 是不是有考虑到这一份 和他怎么考虑的 就是他今天最大的压力 这份压力是非常真实的 他的儿子怎么看待他 他不抽钱 我也不相信他抽钱 我以为那他孩子的后面一生的钱财 正常生活的话也都具备了 但是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一段生活故事 而不是拿着父亲的钱财去如何 对吧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道理 那这是一个人的生命道理 那儿子这样的遭遇 对他的压力是多大 这是我想这是真正今天 那作为旁观的人 要知道拒绝中共 你选择善的时候 有这样的举动的时候 在周围的环境中 有这样影响的时候 你要承受的那一份苦难 这份苦难 郝海东会已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 很难啊 这需要真正的正解 就是说 我以为真正的正解 就是它不是一个政治行为 它是一个真正生命的升华的过程 认知邪恶的过程 那习近平这么做 是顺理成章的共产党道理 那其他的人要知道 这一份珍贵 就是说郝海东做这样的事情的珍贵 他家里付出的代价 他给更多的人带来的影响 因为郝海东今天壤出的话 是他真实的 是生命的真实 他99.9%的人 因为他现在的困难的 表述的这样的理由 造成不敢跟中共说不 从而成为一个 被宦官强奸蹂躏的受害者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真正 所以人的尊严在这种冲出中 人重述自己的尊严 就是向中共复布说不 但是在重述的过程 同样要为你要有一种承受了 终归郝海东走过来成功的一路 在很绝大所有人眼睛里看到 是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制度下走向成功的 对吧 你反过来反对这个制度 那对很多唯律适逐者觉得也是不可思议的 甚至是不能接受的 那你成功的过程 同样的由你自己所不知道的 与中共本身相对应的 就像我说林熙一事 12年前北京欢迎你 那是很快智人口 很多人都喜欢唱的一首歌 歌也很好听 那歌词呢 是他写的 12年后 他掌出了天灭中共 他需要这一份认知 他需要这一份理由 而12年前 林熙在写那首歌 在写那首歌词的时候 他又同时拒绝参加在香港的 八九六四的烛光党念 为什么 他不能接受平反六四 他说共产党杀人 没有资格去平反六四 一方面拒绝平反六四 另外一方面写出了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 这是他生活的路 成名的路 这是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太多人在你身额过程中 羞辱与被羞辱 明白与不又糊涂的 这种背景之下走到今天 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 他同样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郝海东有着类似的 所以我以为呢 回头不可能 那郝海东跟叶昭影 将为此承受相当的苦难 这是真的 那这一份苦难 就是在人情世故中 但是在真正的生命的救赎中 他又起了 就是更大的生命的救赎中 他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所以这是我以为 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